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参议院一个听证会上说 他从未经历过美国有任何一段时间 如现在受到恐怖分子更多威胁的包围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 前国家安全合同空斯洛登泄露了美国情报局监听机密后 已经严重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工作 巴拉克国家情报总监表示 恐怖分子和其他美国的敌人正在勤于研究美国情报 愧疾的来源方法和作业方式 他们洞察到内情使得我们的工作更加困难 克拉帕说事物的结果就是恐怖分子为避免被偵察 而改变了他们的通讯方式 他表示斯洛登算称他已经获胜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如果是这样 那我呼吁他和他的同谋 将他们偷窃回来的文件 剩余未公开的部分 交还给美国 以免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更大的伤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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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